新冠上任,新总检长汤米汤姆斯,说出这一番感人的话。 吉隆坡五日讯,新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,前一汤米托马斯,表示,他对于监负我国新任总检察长这个令人敬畏的责任,感到愧不感当。 他今日在位于孟沙的律师事务所外证实,他今日较早前会见了首相敦马哈迪,并将在明日,六日,再与首相会面。 他说,他不会在明日到总检察署去上班。 他补充,他不会再对其受委为总检察长一事发表任何评论,直到接获委任状及宣誓就任,预计整个过程将耗时好几天。 发表任何评论都是言之上早,这并不合适。 寻集前总检察长丹斯利·阿班迪恭贺他为新任总检察长,汤姆斯称,他,阿班迪,十分体面。 国家元首苏丹莫哈·莫武士是在周二早上,同意委任人权律师汤姆斯为新任总检察长。 西蒙在总检察长委任人选上态度强硬,非因政府总检察署内已无能人,更非其操守问题,而是以马案调查不容有失,必要可信赖者亲自操办不可。 冰城五日训,总检察长委任封波落幕,宪法专家汤米·汤姆斯即将走马上任。 石平人强调汤米·汤姆斯是监调实命上任,摆在眼前的首要任务正是一马发展公司,EMDB,潘府案,一马诉讼风暴将起。 国家王公书务主管王阿莫达兰周一晚,传达最高元首莫哈莫武士旨意,听取首相敦马哈迪劝告,同意根据联邦宪法第145、1条文,委任汤姆斯为新任总检察长,结束僵局。 石平人许文思也是一名职业律师,他直言希望联盟在总检察长委任上,不惜大费周章,冒天下之大不为与王室周旋,主要因素不外是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 一如早前首相敦马说的,新政府下任后面对一众公务员,政府高官,所有人的忠诚度都有待考验。 所以,委任可信者是当务之急。 他周二接受光华日报访问时说,西蒙在总检察长委任人选上态度强硬,非因政府总检察署内已无能人,更非其操守问题,而是一马案调查不容有失,必要可信赖者亲自操办不可。 所以最好方法,自是找可信赖外援。 挑中汤米汤姆斯则因为他是大马法律界制的有声人物,是法律界一把主流声音。 他指出,总检察长职位的重要性,可从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016年起步,要正驻守调查EMDA的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督甘尼提早退休,便了解端尼。 他解释,联邦宪法阳明总检察长拥有绝对的检控权,并获得宪法赋予不容置疑的地位。 这一位,针对一宗案件是起诉于否,甚至成不成案,都可由总检察长一人说了算,而且这决定不容置疑。 汤米汤姆斯是监票实命上任,摆在眼前的首要任务正是一马发展公司,EMDB,贪腐案,一马诉讼风暴将起。 政府与各国法律合作都需通过总检察审核。 同时,总检察长身为联邦政府收习律师,政府与各国之间的法律合作途径,都必须通过总检察长审核批准,方能启动。 他强调,早前瑞士在充公一马公司可疑资金后,曾表示已知会大马。 新加坡和美国也一早启动大动作调查和审讯,大马需要一位能与各国司法部配合的新任总检察长,以配合国际调查行动。 只有总检察长配合调查行动,一切才能运转。美国和新国政府才能大马配合。 既前首相拿督斯利纳吉之后,其夫人拿听斯利罗斯马周二也已到反贪污委员会接受调查。 所以西蒙利见汤米汤姆斯,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要在毫无障碍下,启动一马案审讯。 阿班迪提醒汤米汤姆斯,总检察长职不容易。 吉隆坡五日讯,前总检察长丹斯利阿班迪阿里提醒新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,总检察长一直并非一份容易的工作。 他今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恭贺汤姆斯受委为新任总检察长,并祝汤姆斯在旅行职务时一帆风顺。 我想恭喜他,汤姆斯,祝他顺利,并提醒他作为总检察长的工作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。 祝愿你当上这个职务,但总检察长一直如坐针毡,是个艰难的职位。 寻集新任总检察长一直核实生效,阿班迪表示,他仍未被告知相关日期,但预计是在他休假之后。 无论如何,我们需要等待政府接下来的宣布。 他也以通讯软体WhatsApp简短回复马新社称,他坦然接受遭撤换的决定。 我接受任何决定,这是上苍的旨意。 现年68岁的阿班迪是在2015年7月27日受委为总检察长,取代因健康理由被停职的前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干尼。 阿班迪原本任期为期三年,至今年7月27日届满,但在今年4月获得政府延长服务期限三年,一直到2021年。 首相敦马哈迪是在今年5月14日,勒令阿班迪从15日起告假30天。